全球人口逐渐的高龄化身体健康 越来越被大家重视 而为了让民众健康能够超前部署 年过40不惊慌 花莲的慈祭医院医疗团队 特别规划最新健康的指引工具书 年过40打造熟龄Aplus的健康力内容 号召了16位专科医师 结合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的专业 期盼为民众量身打造熟龄健康的方法 人体机能老化 常在40岁以后加速进行 为了让民众能为自己的健康超前部署 远离慢性病及癌症 花莲慈祭院17日上午 举办年过40打造熟龄Aplus健康力新书发表会 集结身经医学科心脏内科等16位专科医师 并结合饮食和运动指引 现场也邀请物理治疗师 示范冬日健康操 从日常生活打造健康力的小秘诀 因为在差不多15年前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超过40岁 就脑子也出问题 心肺包括癌症等等的 那我想尤其上人一直在说预防医学 我们医院是保护生命 可是也是守护健康 守护爱的地方 所以守护健康最重要就是预防医学 在这个整个整个在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保护 这个让我们自己做得非常好 所以都出了一本书 因为是工具书 有很多科 有16科 更多的科都有出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又重新 又把它更新 那当然最近的一些精准医疗 还有干细胞疗法 也都有把它放进去 所以有时候老化了 怎么样利用干细胞疗法 让它再回春 这样子里面都有血 院长林信龙表示 15年前出版年过40 健康不要亮红灯 这次加入新兴疗法 干细胞疗法等内容 为民众良生打造熟灵健康法 而生病的人也可以学习到正确的招呼关键 期许读者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清淡饮食 蔬食 日常运动强化激励 身体出现不适 及早就医治疗 才能活得健康快乐又自在 接着讲方言华联士报道